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4月24日发表题为 金砖国家的货币可能撼动美元的支配地位的文章 作者是美国林赛集团高级顾问约瑟夫·W沙利文 到处都是谈论去美文化 上个月在新德里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亚历山大巴巴科夫表示 俄罗斯现在正带头开发一种新货币 它将被用于金砖国家的跨境贸易 几周后巴西总统卢拉在北京说 每天晚上他都会问自己 为什么所有国家都必须以美元作为贸易基础 这些新情况令美元的霸权地位稳定的说法复杂化 因为在与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等个别货币的竞争中 美元可以称王称霸 但金砖国家发行的货币就不同了 这就像一个由新兴国家组成的新联盟 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 眼下不仅超过的美国而且超过的西国集团 外国政要想要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则上设计60年代以来 对美元霸主地位的抱怨就一直是头条心问 但这种声音尚未转化为成果 尽管如此 至少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金砖国家发行货币的成功前景是全金等 不管发行这种货币的计划有多么为时上涨 也不管有多少实际问题仍该解决 这样一种货币确实有可能取代美元 成为金砖国家的储备货币 让我们把假想的货币称为布里克 如果金砖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只使用布里克 那他们将消除目前阻碍他们摆脱美元霸权的一个障碍 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在贸易中都只使用布里克 俄罗斯就完全没必要将双边贸易的收益储存在美元中 毕竟俄罗斯将使用布里克 而非美元购买其他进口商品 最后持续美元化 设想金砖国家只使用布里克进行贸易 这现实吗 是的 现实 金砖国家可以自己支付全部进口账单 金砖国家还将准备好在国际贸易中实现一定程度的自己自足 这是世界其他货币联盟未能做到的 但金砖国家甚至不需要只与彼此进行贸易 由于金砖国家的每个成员国都是本地区的经济重量级国家 世界各国很可能愿意用布里克做生意 为了取代美元在金砖国家中的储备货币地位 布里克还需要在不用于贸易的情况下储存在安全资产中 设想布里克找到这些安全资产是现实吗 是的 现实 由于金砖国家保持贸易顺差 布里克根本不需要吸引任何外国资金 金砖国家政府可以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 让本国家庭和企业用他们的储蓄购买布里克资产 平心而论 布里克会引发一连串棘手的现实担忧 布里克主要用于国际贸易而不是国内流通 这会使金砖国家央行的工作复杂化 创建一个像欧洲央行这样的超国家央行来管理 布里克也要付出努力 这些都是挑战 但未必是无法克服的挑战